关于苏-57战机 G20总师杨伟如此评价 为何而没认为 中国贬低苏-57只是为了压价 尽请关注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科学技术部副主任 和G20的设计总师杨伟介绍 目前国际上只有三架五代战机 即中国的G20 美国的F2和F35 这句话似乎指名道姓的在针对苏-57 杨伟说 俄罗斯的苏-57强调的超机动性 不适用于现代空战 因为先进中距空空导弹的出现 使得战机的机动性的作用降低 飞机的机动性不可能高于导弹 杨伟认为 现代战机最重要的部件是雷达 即有源电子相控阵雷达 借此来获取信息 并交由人工智能来处理 外界的干扰源非常多 而隐身战机的辐射信号又非常低 成功处理从各种设备 接收到的信息的关键是使用人工智能 五代战机需要更大的航程 更好的隐身性能 更强大的中距和近距导弹 机程式的火控系统要成为网络 实时显示机程后的敌武态势 为飞行员选择最佳的攻击路线 并和所有几方飞机共享目标信息 很多中国航空业的人都认为 引进苏-57是没有必要的 苏-57的很多技术 都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 众所周知 美国的飞机具有着出色的隐身技术 但对于近距机动性方面 琢磨不多 机动结构简洁 更多的依靠强大的发动机 来实现较强的飞行性能 苏-57则正好相反 它拥有着极为出色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但隐身技术几乎了胜于无 每隔一段时间 俄媒就会刊登 关于中国想要引进苏-57的新闻 借此为苏-57造势 的确 在中俄的军备贸易史上 往往一件武器在出售给中国后 就会引起热销 从苏-27 苏-35 到S-300 都是如此 既然中国这样的军事强国都引进了 其他国家引进 就会少很多顾虑 之前俄罗斯就成功向中国推销了一个团的苏-35S 如今俄罗斯也想顾忌重施 向中国推销大约12架苏-57 俄媒称 中国极力贬低苏-57 或许只是为了压价 目前苏-57的初步报价仅4000万美元 这个低价 对中国可能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武器装备的比较 往往是一种纸上谈兵 其实连中国自己也不敢保证 歼20在未来战场上 就一定能所向披靡 那么在高风险的情况下 以较低的价格 进口另一种同类战机 以防万一也未成不可 两条腿走路 也一直是中国军备发展史上的传统